又肥又大的牡蠣在炭火上烤 蚵肉鮮嫩肥美 让人垂涎三尺 中秋节将近 不少民众喜欢烤牡蠣 不过嘉义产地 却经传有牡蠣大量死亡 一大串牡蠣全都死光光 只剩躯壳 嘉义东市乡客农表示 近期采收牡蠣时 发现许多牡蠣死亡 原本怀疑是天气太热 海水温度太高 后来勘察发现 可能是牡蠣的天敌 蚵螺所造成 由于蚵螺会将触角钻入壳里 吸食蚵肉导致牡蠣残死 损失还可能高达两到三成 而目前牡蠣市价为 一百六十元到一百七十元 中秋节就要到了 今年产量减少 未来价格恐会上涨 这次牡蠣残死 除了苦了蚵农 也将冲击消费者荷包 今年中秋想烤牡蠣 恐怕只能硬着头皮买下去 记者侯国文 罗彩瑶 嘉义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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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